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看看關於大陸方面的消息 我在錄這一節的時候 其實特朗普總統正在離開白宮 而這一節的內容和他也息息相關 正正因為他在過去這兩年以來的政策 導致這件事出現 踏入2021年的時候 大陸繼續在罵晶片方 無論是下游企業的晶片供應 還是上游企業的晶圓供應 都是出現缺貨潮的 晶圓其實是製作晶片的原材料 為什麼會導致這個情況出現? 無非是兩個因素造成的疊加效應 第一就是因為美國方面的制裁措施 使得供應下跌 第二就是施約全球的武肺疫情 導致生產部分停頓 生產力下跌 自然供應又下跌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纏繞著中國多個行業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看看大陸現在的情況如何 到了今年的時候 晶圓和晶片的缺貨潮 是完全沒有舒緩的跡象的 在晶圓方面 下游的中端品牌廠商 就要馬實晶圓代工廠供貨 而晶圓代工廠也要向上游搶購製作晶圓的材料 有中國的半導體產業人士揭露 原來有部分的企業 就不斷地搶購晶圓的產能 再加上疫情導致的供給限制 搞到晶圓缺貨的現象不斷地擴大 而在晶片方面 大陸有多個行業都是飽受晶片缺貨之苦 包括有汽車製造業 手機製造業 以至到一般的家庭電器 比如說熱水爐 都是面臨著晶片方 實情整熱水爐的晶片 就是很流 因為晶片無非都是用來控制溫度 想不到連這些這麼便宜的晶片 都是有供應短缺的問題 是央央大國 對不對 除了供應方面短缺以外 需求原來也有所上升 而且這也是全球的趨勢 根據一些統計所說 消費者在疫情期間 對於手提電腦 遊戲機等等的電子產品需求大增 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全球很多民眾 都是用多了時間在家裡 連香港都不例外 防疫抗疫措施 廢得不幸 一味就限制人家晚食堂吃 你那個商場沒有了這個食店開門的時候 自然就拍烏鷹 很多地方都可以走 走街 很多市民都是吃完飯 順便去逛逛 舒展一下 你逛逛逛逛的時候 看到有些東西正確 就會買了 所以你限制晚食堂吃 不單打擊飲食業 也打擊零售業 好 講回晶片的問題 原來在疫情期間 汽車銷量都是超乎了預期 搞到車用晶片的功課非常緊張 而且這個車用晶片不單止是大陸緊張 是全球都這麼緊張 全球有多家的汽車製造商 近期都相繼傳出了 因為晶片缺貨而要被迫停產 中國汽車協會副秘書長陳士華說到 說大陸的晶片短缺問題 從去年的12月下旬就開始了 對於今年第一季的汽車生產 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而這個影響 有可能是會持續到第二季的 有分析預估 這一波的全球汽車晶片短缺危機 極有可能是會持續長達半年的時間 車用晶片又搞不定 這些問題對於大陸的生產總值 肯定會帶來負面影響 但是如果大家只看大陸的經濟數據 就很奇怪 他們就說升升升 不知道哪些產業會升得這麼厲害 大家知道去年年初的時候 停工都差不多差不多 過年之後 萬喊復工復產的工廠都是假裝開工 開著那些機器在車間裡 沒有人工作 但是他都說拉雲是升升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升升 但是擺明現在有很多產業已經出了問題 比如說這個手機業 遭到美國制裁的華為 疑似因為那些庫存的晶片用源的關係 他們那些高端的5G手機 現在在大陸 就是幾乎全面缺貨的 銷售量也是暴跌 如果他們是有足夠晶片的時候 我看不到為什麼他會不生產 所以這個根本上就是 特朗普政府的制裁措施所帶來的 可以說是直接的影響 先前那個星期又是簽了一道命令 就說連英特爾都不能夠 是向華為供貨的 根據大陸晶片業界的人士所說 說特朗普政府的措施 是為大陸帶來兩次的衝擊 第一次就是去年 特朗普政府要求 凡親採用美國技術製造晶片的企業 是要斷供華為 這一項的舉措 就促使了華為 趕在禁令生效之前 就猛禁搶購定一堆的晶片 就是囤貨了 而第二次的衝擊就是 特朗普政府 將中芯國際列入了貿易的黑名單當中 中芯國際有部分的客戶就擔心 那個供應中斷 而是轉用其他的晶圓代工廠 所以有些人就說 特朗普政府那些所謂的措施 就沒有效的 其實有沒有效 就不是說看一時三刻 甚至乎是看他剛剛公佈措施那一刻 大佬神仙嗎 一定就是要有差不多的日子 那些負面影響才會慢慢的 現在這個晶片行業 或者是晶圓行業就是這樣 至於拜登就準備要做他的所謂總統 到底這傢伙上台之後 在政策上會有什麼改變呢 他上台之後 肯定有部分的措施 就會遭到調整 因為無論是他本人也好 或者是他的經濟團隊也好 都先後曾經說過 就說不贊同特朗普目前 採用關稅的手段 和採用制裁的手段 來達成一些目的 所以有些在特朗普時期 所推出的制裁手段 很有可能會被拜登推翻 所以很有可能會放生華為 也不奇怪 因為特朗普的制裁措施 他無非高舉著美國優先的旗幟 他說的美國優先 是說美國人民優先 而不是說美國大商家 大企業 大機構優先 他出這些制裁招數的時候 往往不會顧及美國企業的利益 尤其是大型企業 跨國企業 所以背後的利益集團 就這麼討厭他 因為他使出這些制裁手段 或者是關稅手段 來對付大陸的時候 某程度上 也會打擊某些美國企業 那些企業會賺少了錢 他不是不賺錢 他賺少了已經是牙痛的聲音 滲到樹葉都下了 但是特朗普在採取這些措施的時候 他就非常果斷 他不會說 顧這個顧那個 如果有這麼多東西要顧的時候 基本上 顧得過頭來 顧不得過計 很多東西就不用執行 就會淪為空談 所以特朗普政府 一直以來都是按著他目標來進發 他的目標是這樣 他就照推 例如華茲里那些跨國企業 那些大型企業 是怎樣想的 這件事情 有辣有不辣 辣的地方就是 他說得出 就真的做得到的 而且有些事情 來講 他的打擊就是很到位的 問題就是 不辣的地方 就是把某些美國企業 推了過去對家那裡 因為他賺少了錢 他已經是增到你入骨了 所以這些大企業 在大選當中的取態 就相當明顯 肯定就是親拜登多些 好了 他們現在成功 擁立了這個拜登上去的時候 你拜登自然 就是要做政治酬庸 的啦 BLM那些人 就當他臭死 不接見他 大企業 你不能夠得罪 因為這是幕後的 利益集團 所以我相信 拜登不僅會在關稅 鬆鬆 比如說你這些晶片的 制裁那裡 他也是會鬆鬆的 因為他鬆鬆的時候 有很多美國企業 其實是會受惠的 不是美國人民受惠 美國企業受惠 好了 最後我們就看一下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 裡面就提及到 華新一屆的美國政府 有可能會採取行動 重塑特朗普經濟政策的 其他方面 新政府可能會放棄特朗普政府 咄咄逼人的制裁手段 有分析說 拜登只會在最緊迫的國家安全目標方面 使用制裁手段 並且會和其他國家協調去使用 他說的所謂其他國家 又是所謂聯歐抗中的一件事 問題就是 歐洲現在似乎是不理睬你的 那你怎樣去和其他國家協調呢 你協調些什麼呢 所以我就相信 到最後這些制裁手段 都會多數被推翻了 而且說什麼和其他國家協調這些 就是淪為空談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